大家好我是创军啊我也来了啊今天美股的走势啊我觉得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解释的话是非常好就是啊前段时间我们说通胀非常非常高 但是啊如果我们把油价给去掉 然后把食品价格给去掉 把二手车价格给去掉的话 通胀其实还好 那么呢 今天美股的一个跌幅的话 如果我们把大科技去掉 那如果我们把energy去掉的话 今天美股的话其实也还好 我觉得还挺形象 今天整体走势 其实我们去看中小盘股 包括去看银行股的话 今天都还好啊 那指数跌的比较多 是因为一些大科技的话回调的非常厉害 特别是像微软这样大市值的公司 微软如果回调4%的话 你要想整个指数去翻绿的话 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么然后特斯拉 Google Apple Facebook 然后NVIDIA 今天回调都是比较深的 然后今天我在做这个视频之前的话 我做了一个采访 做了一个调查 那问了一下大家 然后今天遭做是什么 差不多有3000多个小伙伴的话 选择进行投票 那我稍微阐述一下 差不多一半的一些小伙伴选择是躺平的 然后有超过30%的小伙伴 今天选择是加仓的 那么差不多在7%左右的小伙伴 今天是选择减仓的 然后还有剩下12% 那么是我做调查 几个星期以来 一直有一部分人有一部分小伙伴是一直选择做空这个市场啊 然后今天的话又数秘密了啊 非常厉害啊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今天我感觉加仓的小伙伴的话还是比较多 那我自己来说的话啊 我也是处于这31%的啊 那一部分小伙伴里面 我们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好吗 然后先来说两条 大家可能已经听烂了一些消息 可能大家从其他地方从其他渠道的话也听到非常多了 那我就稍微过一下 然后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好吧 第一个就是通胀通胀数据的话 明天早上美东时间八点万会出数据 现在的一个预测的话 其实比上次我给和大家分享的时候预测又往上调了 啊 我记得那上一次我们再说的时候啊 man for month就同环比增长的话是 我记得是1.1 然后这个数字的话 现在上调到了1.2 对吗 那你把它加到上一个月的话 然后看一下同比增长的话 这个数字也同比增长也是从八点三增长到八点四啊 仍然是超过啊 上一次七点九的一个最高点 那然后我们去看核心通胀的一个预期啊 核心通胀环比增长的一个预期的话 是在零点五和上个月的话是持平的 那所以啊 如果说实际出来的一个数据和预测是一样的话 那核心通胀的话还没有看到一个拐点 那么而广义通胀的话 增速的话仍然是在增加 主要还是因为油价的一个关系 那然后就是通胀对于明天股市的一个影响 啊首先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的话已经不算 已经不再是一个surprise啊 或者一定已经不再是一个惊喜了 就这件事情本身包括市场的一个预计预测 都是在那么大家的一个视野里面 等于现在这个预测的话是一个已知的一个事件 对吧 从新闻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不管明天是高于这个预测 那么还是低于这一个预测 通胀基本上是要去破一个新高 所以新闻里面的话一定会报道这一个通胀的数据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并不觉得一定要把明天股市会下跌 和明天通胀去破一个新高 要画一个等号 那一定要去猜明天的股市 到底是上涨还是下跌 更多的可能去看一些技术层面 可能指引作用的话更大一点 那么光去看这条新闻本身的话 我觉得意义不大 因为这是一个市场已知的一个事件 然后是第二条 大家可能也听到了一些消息 就是芒格将阿里巴巴的一些持股的话减半了 我没记错 他好像前段时间刚刚double down 然后现在的话又进行减半 我不知道芒格为什么原因 开始对阿里巴巴的话又进行减仓 但是我主要想说一下现在中国的一个疫情 上海包括其他的一些省份 现在疫情的话是比较严重的 然后上海的话 那么其实因为疫情那个原因 比如说对于特斯拉来说的话 影响其实是比较大的 那因为很多材料 很多parts进不来的话 工厂是没有办法运行 那包括我前两天看到 你有他们也进 现在也开始停工了 那所以整体来说 我如果我们去看当下 或者未来的可能 那一个月到三个月 整体来说经济的话 可能并不会非常好 包括很多实体经济 那特别比如说像 像在上海那么大的一个城市 即使他以后再恢复的话 对于一些实体经济来说 特别是服务行业的话 那他马上又 又要再恢复到疫情之前 可能是比较难的 因为人们可能会有一些 心理上的一些砍的话 需要跨过去 但是我个人看法 如果说 那因为疫情的一个原因 对于对于整个中国经济 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话 那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苗筒了 中国政府的话 会是会进行刺激的 那包括财政上的一些刺激 包括政策上的一些刺激 那我今天还是昨天我刚看到一条新闻 因为前段时间好像很多互联网企业开始裁员了 然后今天我又看到很多游戏公司 他们又想着把以前裁掉那些那些员工的话 又重新再招回来 那因为好多 现在好像又有很多游戏的话 又被批准了 那所以我个人看法 我反而就只是我个人看法 我反而觉得如果疫情对于整个经济造成的威胁越大 越有可能那会有很多的一些刺激政策下来 而如果有很多的刺激政策下来的话 那不管不光是对于房市 对于一些实体经济 比如一些互联网企业啊 游戏行业 那包括对于股市的话 我觉得都不算是一件坏事情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条排名第一的摩根大通的一个策略是 然后啊 他是怎么看接下去股市的一个股市的一个走法啊 首先这个人的话叫马口啊 然后他称他说现在的话是时候从股票中获利了 那看他说这位策略是在股市反弹和美联储鹰派立场下 减弱了看涨观点 那不过他是在一个月之前的话 他是建议他一些投资者的话是进行去朝底的 那然后现在的话其实还是没有跌到一个月前的 很多个股还没有跌到一个月前的一个低位 但是他觉得现在的话是要take off一些profit 并且他认为他说要把一些资金的话转移到政府债券 那这个人是觉得现在可以开始慢慢的去布局一些美债 然后来看一下他的一个配置建议 那总体来说的话 他仍然是觉得在股市在equity这一块的话是应该增持的是应该overweight 那只是相对于上一个月的那一个点位 然后比上现在的一个点位的话 他没有上个月那时候的点位更加的一个 bullish或者更加的一个看多 因为他觉得这一个那回报和风险比的话 肯定是上个月的这时候更加的吸引人 而现在并没有那么吸引人 那所以他从上一个月的一个overoverweight 14%的一个overweight降到了现在的12%的一个overweight 所以这是股市这一块啊 然后债券市场特别是在啊政府债券美债这一块的话 在上个月的这一个时候 那他觉得一个减持的一个百分比是应该在12% 那么而现在的话他觉得这一个减持的话是10% 就是他仍然觉得债券这一块相对整体整体的一个配比来说 应该是n的位应该是减持的 那但是这一个减持比例的话 那比上一个月的时候要缩小一点 所以啊总体来说啊从整个投资 从整个投资配比去看的话啊 他仍然建议是他他仍然是看多债券啊 他仍然是看多股市 他仍然觉得股市的话是应该overweight 那么而且这个overweight的一个比例确实是不小的 即使在即使在往下减之后 那他仍然觉得这个overweight应该在12% 这实际是一个不小的一个overweight 那只是在现在这一个点位 他没有那么的看多 仍然是看多但没有那么的看多 这个人的一个观点出处的话 是来自啊 JP摩根排名第一的分析师 但是我知道对于我们很多小伙伴来说 那这一个配比可能参考意义不是非常大 因为很多小伙伴可能100%仓位全是在equity里面 那或者全部是在股市里面 基本上不存在在资产那配置上的一个分配 那这个问题的话也不是非常大 如果说自己年龄层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然后可以承受的风险又是比较高的话 那这个问题的话并不是非常非常大 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一个风险 那可承受的一个风险 但是我觉得如果100%都是在债券市场这里边 那我觉得适当的增加一些防守性的一个仓位 那也许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好吗 然后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我觉得这个人的一个观点 他这个人基本上在抱怨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的观点和现在很多小伙伴的一个心态的话 可能是比较符合的 那他说了什么 他说有一种投资的研究不断预测经济灾难 我称之为宏观末日 然后他说这已经变得非常流行 然后如今似乎每个人都是宏观经济学方面的专家 他们都预测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崩盘 并且他说看跌观点令人信服 因为他们听起来很聪明 就是那些看跌那些观点听起来很聪明 他说这就是他们吸引新手投资者的原因 其实我非常理解 因为今天我去看了一下新闻 主要今天在我搜集新闻 帮大家搜集新闻的过程中 我看到很多的观点其实都是比较负面的 那市场就是这样 因为今天股市是下跌的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新闻全是围绕着下跌去展开的 今天为什么会下跌 或者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今天的下跌 那即使是同样的一个新闻 那放在放在股市上涨的时候 和放在股市下跌的时候 对于整个市场 对于很多散户的一些情绪面影响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在股市上涨 我们觉得可以忽略的一些风险 然后在股市下跌的时候 我们就都就觉得这个风险的话就会被无限的扩大 那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段时间 其实我们如果去看YTD标普500的一个走势 跌幅的话并没有那么大相比去整个债券 相比去美美债来说的话 这个跌幅其实真的是还好 那但是很多人的一些心态 很多散户的一些心态 那其实现在已经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低位 我觉得主要一个原因 那还是因为这一波的一个下跌 其实一是很多很多贵股的下跌 其实幅度是挺大的 而且持续时间并不短了 那很多贵股其实从十一月份就已经开始下跌 然后十一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 那包括三月的一个上半月的话也是在下跌 那情绪也非常低哦 这是可以理解 包括通胀在一个高位 那会让我们觉得 或者整个经济衰退的话一定会来 那既然经济要衰退 那我们还投资股市干嘛 我个人觉得这可能就是 太陷在股市里面的一种症状 那如果我们每天都去看新闻 而且就凭着靠着新闻去进行操作 那我觉得是比较难 因为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新闻 而且很多新闻的话 那他会有正面的也会有负面的 包括就像我前面说的 如果股市上涨 他拿同样的新闻 他可以告诉你是利好 股市下跌 他同样新闻可以告诉你是利空 会让人觉得好累 你得告诉我这条新闻到底是利空还是利好 前两天也有一个小老板和我说 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实在太累了 天天关心股市 虽然自己没有怎么操作 但是感觉那自己心态上的话是受不了 那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那如果我觉得我们是从个股进行出发的话 那其实很多时候把自己的一个焦点放到个股之上 去关注一些个股的一些新闻 那在没有看到一些基本面改变的一些情况下 如果涨得非常好 那你适当的卖一点 如果跌得非常厉害 有现金的话 那就稍微买一点 那因为对于个股来说的话 一些新闻面的一些波动的话 就不会那么大 不会天天对一些朋友对于很多贵国来说不会天天都有新闻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从宏观这个角度去出发每天都会有新闻 每天都会有些headline 那就会有很多的噪音去影响我们的一个判断 包括特别是现在这段时间整个市场非常非常的负面 但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整个现在市场上一直是在交易的是一个预期 那么既然是一个预期的话就一定会有多方和一定会有空方 那么因为现在来说是没有定论的 没有人知道recession是不是一定会来临 那么大家都是在猜 然后用自己手里的钱的话去投票 那如果觉得recession要来临 那可能选择去选择去进行做空 那或者是选择进行空仓 或者选择去进行持有很多现金 那么那反过来选择做多的也是一样的 可能会去buy的点 但是一般来说这一种起码从历史上有很多次的一些调整我们去看 那如果整个市场是在交易这一个预期 那么觉得未来可能会有一个recession 觉得美股的话要进行回调 那一般来说这一种回调它的深度的话不会非常深的 那因为我们去看历史上30%以上的这一种回调 我说指数30%以上这一种回调 那它都是在有一个事件爆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那种回调 而且那因为那种那种回调出现的时候 那大家都是站在一边的 那市场上是不会有多空双方的就不会有 那一方觉得我们现在是已经进入recession 另一方觉得我们还没有 大家都觉得我们要进入recession 而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哪个地步 那recession有没有可能来临 其实recession我觉得概率可能不小 那而且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是因为美联储过于阴派的一个态度 就导致something break 那而且他们可能都意识不到 那举个例子我今天啊又去看了一下三十年贷款的一个利率 那我记得上一次我和大家分享也就是在几天前 我记得那一个利率的话可能在5%不到一点 然后今天的一个收盘的话 三十年房贷的一个利率 这是美国三十年房贷利率在五点一四 这么短时间内基本上是从二零零就是这基本上就是从今年一月份开始 在四个月不到的时间里这一个上涨的一个幅度 我这边数据已经拿到二零零零年了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一种非常急速的在非常短的一个时间里面的一个上涨 那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level的话5.14的话基本上已经马上要超过 那么二零一零年底当初的一个利率而当当初一个贷款利率 那而且现在的话已经超过二零一八年啊二零一八年我们知道年底之前的话是整个上一次加息的一个尾声 那么接近于尾声的时候 三十年的一个贷款利率差不多是5%不到一点差不多在百分之四点八左右 那但是上一次用了多久上一次用了将近要两年多的一个时间从那么三点几三点五左右的话涨到了四点八 那么而这一次仅仅用了四个月不到的一个时间从那三点一三点二直接标到了五点一次 为什么会有那么夸张的一个上场就是因为美联储非常银牌的一个态度 那所以啊我们想一下美联储他的一个目的是什么他目的就是要把通胀压下去把需求压下去 那但实际上现在整个市场里面就整个金融环境现在相对来说其实已经是我个人觉得已经是非常的紧缩了 那而最后美联储或者今年年底之前美联储能够加息加到呢我觉得不是非常重要 那因为整个经济现在已经美联储已经达到他那个目的了 那起码从房市这个利率利率这个角度去看已经达到目的了房价的话 那往下回调基本上是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啊我我觉得看这张图的一个目的在哪 那首先第一点我觉得那么短时间内那么大的一个涨幅 那这一定是一个不健康的一种涨幅这一定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涨幅啊这是第一点 然后那这样那么短时间内这么大的一个涨幅意味着什么 那是不是意味着在接下去非常短的一个时间内就一定会出现一个recession一个经济衰退不一定 那甚至于我都不觉得这一定就意味着整个经济会进入一个经济衰退 那么但是我觉得那么短时间内那么高的一个涨幅那非常有可能会导致金融整个金融系统里面某个环节出现问题 或者某个环节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增加了啊 所以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这一点 然后根据啊自己对于风险的这一个判断去适当的调整自己一个仓位 然后大家觉得负面消息就这么结束了吗 没有还有更多的负面消息 好啊啊我不是开玩笑啊就这个是这个是数据 首先这是什么数据这个是啊五月四日啊五月四日整整个市场现在有84.3%的人觉得下一次五月四日是下一次美联储开会的一个时间点 大家现在有84.3%的人觉得下一次美联储开会会加息五十个基点这是下一次美联储会议 那然后换到啊六月十五日是下下一次美联储的一个会议 那整个市场有百分之三十五点五的人觉得那美联储在六月份的时候可能加息七十五个基点 那我觉得上次我抛出七十五个基点的这一个可能性 然后底下有小朋友说不可能完全不可能 那但是现在啊市场确实是有一部分人觉得这个可能性的话是存在的 而且啊暂时来说的话这个概率还不小但是这个概率其实波动也是比较大的 好吗 然后啊我自己的看法我个人觉得暂时来说的话在没有得到一些更经历一些消息进来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这一个七十五个基点 那么六月份的一个一个一个增加啊相对来说是 那市场有点过于激进了 因为市场市场是走在啊美联储之前或者其实市场一直是猜美联储怎么去做 如果说美联储觉得市场过于激进了 美联储会把这一个啊余调的话稍微往下压一点 那所以我个人也感觉暂时来说的话整个市场比美联储可能更加的悲观 那或者比美联储可能更加的硬派那所以我觉得从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美联储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那他们最后要加多少不是真不是非常重要那因为他们只是通过这一个言语让市场收接收到他们的一个讯息那整个市场就已经开始进行紧缩了整个债券市场跌幅非常非常大那我看了一下 那么今年以来整个债券市场的一个跌幅已经达到了五个缺点五万亿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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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啊那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跌幅只是因为美联储的一些言语啊最后一条消息是关于台积电和整个芯片行业 那最近啊其实从整个今年开始到现在芯片行业的话走的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差的比啊纳兹达克的话也走的比大纳兹达克走的要差那从板块来说的话啊基本上我觉得整个市场把它当做是一个西克口一个经济周期的一个 板块在那边走啊所以调整是比较大特别是今天啊今天还是昨天nvidia啊评级的话被下调了下调到中性 那前段时间关于台积电的一些新闻的话也是比较多台积电的一个抛压也比较多包括最近一段时间那么and也跌的比较厉害 那今天的一个跌幅好像是不是已经跌破了前段时间在一百好像九十九到一百的一个支撑位了吧 那不过要看接下去两天的话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支撑位的话给站稳 然后回到啊回到台积电这一边啊这条新闻的话主要是说台积电他们一季度的一个销售一个sales 那比上上一年的一个同比增长的话是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六非常高的一个增长啊 营收的话在啊美元换成美金的话是一百七十亿美金 那然后比上分析师的一个预测的话是是高于预测百分之四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暂时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sales 那当初啊我记得在二零二二零二一年二零二年初的时候我看整个今年新变行业一个增长 我依据我其实比较大的一个依据就是台积电对于今年那整个新变行业增长的一个预期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看下游的话就看台积电那如果台积电告诉你那我觉得我们销售增长不行的话那可能需求的的话真的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但是如果台积电信心是比较大的话我宁愿相信那他是可以非常好的去感觉到整个行业水温的那些公司所给出来的一个预测 那而不会放非常多的一个focus在那些analyst身上啊嘛 所以第一季度的一个增长的话是完全是ok的那接下去就是因为因为整个第一季度其实宏观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加息啊然后战争啊那所以对于整个今年啊接下去九个月的一些制营的话是比较重要的 啊JP Morgan在他们的一个言报里面这个言报我没有要分享啊啊但是在他们的一个言报里面的话啊他们仍然觉得台积电今年可以deliver他们在年初所定下的一个目标啊但是可能不会非常的乐观好吗啊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边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给下面给我留言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